我们常用蜂涌而上形容人或事物受欢迎 不过如果是真的蜜蜂涌上来 可就不是好事了 美国纽约时代广场这一栋大厦天台 就是每年新年倒数活动 水晶球降下的地方 结果现在却聚集三万多只蜜蜂 密密麻麻 让密局恐惧症患者看了很不舒服 不分人接获投报到现场用机器将蜜蜂吸走 准备为这批蜜蜂搬家 不分人惊艳老到 就连最基本防止被叮咬的面罩和手套也没有 真的没问题吗 确实厉害 不过温馨提醒 荧幕前的朋友可别模仿 叔叔是有练过的 科特认为蜜蜂声性温顺绝对不会莫名其妙攻击人类 至于这三万只蜜蜂可能是来自附近酒店蜂巢 因为人类管理不善才会集体离家出走 寻找新的安乐窝 科特率领团队将三万多只蜜蜂转移到时代广场附近的布莱恩公园 将他们安置在公园的两个蜂巢 除了能够让居民摆脱蜂害 也为流离失所的蜜蜂找到新家 一举两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